我这个群大概建了有三五个月之久 建群的目的呢 就是一些人员如果能看到了 有意象的就是进我这个群里 就是因为我是做琵琶的嘛 他们有这个需求 就是在这个群里 然后可以找到我 就做生意了 对 一共有八个群 每个群到150多到230之间 程先生有四个手机四个微信号 他说其中有一个微信号 是专门用来做生意的 7月8号那个左右 然后冻结的原因就是发布大量 就是骚扰 又到分享这个内容 然后被举报 不是我分享的 谁分享的 这个应该是群里面那个群友 大概都分享些什么内容 会想有投资的愿短信 还有赌博的 还有点赞 还有那个刷单 招工等等一系列 不是你发的吗 那为什么要举报你呢 这我真不知道 因为群应该是我想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群是我的 所以我要负责 程先生说 这八个群里的成员 都是随便加的 大部分都不认识 自己虽然是群主 但平时不太发消息 别人发什么内容 他也没管 没想到会被举报 微信号还被冻结了 他曾通过验证等方式 解冻了微信号 中间相隔一天左右 然后又被封了 也是跟刚才一样的内容 微信就无法正常使用 发消息 朋友圈 附近的人 等等一系列 包括朋友之间联系 都无法正常使用 我的困扰就是这两天 我没有发任何消息 然后还无缘无故的被举报了 被举报了几次 被举报了好像每天都 举报大概有三五次 程先生说 账号冻结期间 他无法删除群里的成员 也无法解散群 而且还被不停地举报 这次冻结已经快十天了 多次申诉一直没有结果 记者联系微信平台 工作人员回复 该账号存在禁群骚扰 正常用户行为 多次被人踢出群 且被投诉 而且其通过逆称 传播虚假谣言信息 误导其他用户 上述行为 严重违反了 微信个人账号使用规范 并且损害了正常用户权益 因此平台对其 采取了教育警示措施 用户可以按照 微信客服端 指引解决封号状态 同时平台提醒该用户 后续规范使用微信账号 腰包黄剑记者报道